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是到民众健康 民众安全的议题 环保的议题 民进党更没有这样的理由说全面回来反对 我们调整劳工基本工资 调整军公教的待遇 应该是给予努力的一种肯认 如果国民党反对就请直接说出来 朱立伦带领蓝营步步进逼 孙文昌回应的毫不客气 目前国民党全力动员 把四大公投当成倒苏公投 民进党内同样下达四个不同意军令状 第一场说明会 全在民进党执政的桃园 蔡英文 苏文昌 郑文灿打先锋 后续立委也陆续收到说明会通知 全力安排应战 他在公共政策辩论上道理站不住 结果就把他倒往成为政治斗争上 其实这是对公投很不好的示范 30号首场一直到12月18号投票前 每个周末府院分工持续全台沟通 避免公投气氛被蓝营倒成不信任投票 用四个不同意正面对决蓝营的政治操作 三天新闻 游家伟 陈教肯报导